當然美股最近還有很多東西在影響 簡單來說就是操作上的好消息就是 星期一曾經已經倒下來了 所以如果在策略上 我相信很多股份 很多指數 大家都是拿著星期一的低位來防守 我想補充一點 剛才說到你昨晚的事情 但我希望大家記得 其實我過去一兩次上來的分析 其實跟大家打定了一個叫做二年初的心態的準備 因為其實那時候也有跟大家說 要預算了像標普500這些傳統指數 那個波動會正常化 什麼叫正常化呢 剛剛經歷了這幾個星期 由高低位10% 其實10%是叫正常化的調整 唯一一樣東西 我只可以盡量去管理大家的預期 或者給大家去管理自己的心態 但最想不到的就是 我原本想著可能用兩個月調整10% 和你兩個星期來調整10% 其實你的感覺就很不同了 但是感覺很不同 只不過是一個舒服不舒服的感覺 我要提的就是 現在暫時 其實無論市場的反應 或者宏觀面 其實都是發生在我們自己預計的情境裏面的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去想自己有什麼操作 其實應該去看 如果10%是正常化的話 究竟去到現水平 是屬於叫底還是不底呢 是啦 最少我可以回答的就是 最少不是 起碼沒有了年初大家怕跪了東西 因為其實那個預測市盈率 其實已經去到過去幾年的平均值了 所以其實由原本少少略跪 到現在已經去到合理水平了 除非今次的盈利很差 其他業績很差 否則其實現在就 我自己覺得在這個水平 和你特別去猜跌或者猜升 都未必這麼合適的 尤其是在這個 如果你有追估 短期的直播率 我自己覺得不高 嗯